中國外交的門面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 怎麼人突然神隱20天 去哪了呢 引發了猜測 有一些說是她確診新冠肺炎 但現在又有更勁爆的說法 畫面上你看到這位女子 她說已婚的秦剛跟這名女主播有染 女方還為她生下一個兒子 為此秦剛還遭到中紀委約談 我想問加分 這女子還不是普通女主播 據傳她是雙面間諜嗎 明君 各位觀眾朋友 在中國大陸你說有一個人被消失 奇怪嗎 不奇怪 很常有人被消失 是 中國的高官有小三是新聞嗎 不是新聞嘛 各個都有很多隱藏的女性有人 但為什麼今天這則就是新聞呢 因為她的小三身分非常的特殊 職業非常的奇特 再來是今天這個男主角 就是你畫面上看到這個 穿著西裝迷提 戴著領帶的這位男主角 那畫面上這個就是今天的女主角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講這個秦剛 因為她是中國的外交部長 一個外交部長被消失了將近22天 直到今天為止 那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好 這個外交部長 其實她的前身她是一個駐美大使 大家知道 在中共這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一旦你升任到駐美大使之後 你的下一步就是外交部長 這其實就是習近平她一路的安排 因此在一路上也有人怎麼樣 虎視眈眈 你的政治之路其實其他人都在盯著看 那會是所謂的政治公鬥嗎 或者有其他人想把她拉下馬呢 好 我們就來看為什麼她不現消失了 她最後一次出現 她的身影在什麼地方 這個秦剛在6月25號 就是她最後一次出現的身影了 她去見了一個越南的外交部長 見完之後行蹤成迷 一個外交部長可以走到行蹤成迷 後來本來她7月11號 要到印尼去參加東協的 因為她是外交部長 政治外交大會議她必須得去 但是後來竟然奇怪 是一個所謂的網易 也就是中共的外事辦主任 網易代替她去 當然所有的媒體都開始問 問網易說那秦剛人去哪裡了 本來要來的秦剛怎麼人沒來 好 網易說什麼 他說有可能健康因素身體不舒服 所以沒來 那你沒來健康因素 那你過了20幾天應該也要好 但是遲遲沒有見到她的身影 因此就有很多的記者 獨立記者開始爆出一些小道消息 但是她爆得非常委婉 非常隱晦 因為一不小心 她也有可能會被消失 怎麼會翻車 她怎麼說 她說秦剛出事了 什麼事呢 跟一個女的有關係 而且這個女的生了小孩 真的 這有隱晦嗎 這很明白耶 話好八卦 沒有點出是誰 某個女子 對 然後還說這個女的 以前有很多事情 而且女的被抓了 也被抓了 不然一下子我也被消失 好 這個跟秦剛有關係的 這個婦人 到底是誰 這位秦婦是誰呢 現在外傳 是一位香港的電視台主持人 她的名字叫做 傅小甜 為什麼是她 為什麼不是別人 為什麼不是其他的主播或主持人 因為這個推特帳號有關係 在推特帳號裡面 她最後一次發出的照片跟文字 這真的是耐人尋味 其中她PO出了三張照片 組合在一起 一張是飛機照 一張就是這個傅小甜 她在訪問秦剛的照片 另外一張是她抱著一個小孩 是她的孩子 這三張照片 為什麼要串在一起 很奇怪 連在一起大家會聯想 你是不是飛去哪裡 見了誰 生了小孩嗎 所以大家會把這個傅小甜跟秦剛 很合理的懷疑 兩個人有在一起 可能生了寶寶 那就符合這位獨立記者所說的 跟有一個女的 然後生了小孩 但是蛛絲馬跡還不止如此 因為她PO出了照片之後 其實往回推 大家都是見盤柯南 因此她發現了 玩來推特上面 這個微博上面 傅小甜還PO出了一張照片 是她PO了一個小朋友 是她的兒子 然後她說 爸爸父使命去了 連生日都忙到沒時間過 只能祝爸爸生日 快樂 哪一天祝爸爸生日快樂 這裡頭有枚 這是誰的生日 看仔細了 這個時間點是3月18 但是大家說不對 你這個3月18 但是秦剛的生日是3月19 來 差一天 來 美國時間3月18 但是中共時間3月19 他還有心 挑中國的時間3月19號 祝爸爸生日快樂 你知道嗎 有時差 有時差 對 沒錯 這樣一核完全對上 再來她說 爸爸父使命去了 大家去查 現在網路上都查得到 3月19號 當天秦剛去了哪裡 秦剛陪同習近平 到俄羅斯去見普丁 進行國事訪問 全部你在網路上 都能夠搜查得到 時間走都對到了 沒錯 事件也對到 時間也對到 連秦剛本人的生日 通通對到 再來不用說 裡頭的這些會生會飲 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今朝 再來 身邊有愛 和家人團聚 所以這些字字句句 都讓人懷疑說 那個傅小田 是不是就是 所謂的情婦了 再來 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是這個主持人 跟秦剛之間 有所謂的曖昧關係 或者是有 不正常的關係嗎 因為秦剛 他已經結婚 有家庭 還有一個小孩子 這就是在外傳 會生會飲的 為什麼兩個人認識呢 你看這張照片 是當時他到美國去 就是訪問秦剛的時候 兩個人留下的一張照片 你看畫面上 兩個人好像有一點點 眉來眼去 當時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傳了 這個沸沸揚揚了 所以很多人回去看這則 當時他擔任 鳳凰衛視的主持人 去採訪秦剛的畫面 你看他的這個眼神 肢體動作 其實不太像一般 感覺上跟對方有距離的 一個訪問方式 對 因為這女主播的表情 其實女生會很敏感 就很嬌羞 很嬌羞 感覺好像有一點 很害羞 不好意思 眉眼裡有一點傳情的感覺 感覺好像跟對方 不是第一次見面 也不是不熟識的 根本就很熟的樣子 對 其實講白來就是這樣 有一點在傳情的感覺 所以大家就會這樣懷疑 為什麼他會去訪問這個秦剛 當然是因為他是一個 電視台的主持人 工作的關係 對 所以去訪問了 當時的駐美大使 也就是所謂的秦剛 那麼時間序呢 從他訪問完之後呢 陸陸續續傳出他懷孕 也傳出這個傅小田生了孩子 接著就是您看到微博上面了 PO出來一系列的小朋友的照片 再來喔 他還說這個小朋友 叫做er king King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是中文的情這個字 那二呢 情二世 就是秦剛的小孩叫秦二世 感覺也是合情合理嘛 再來我們要說到了 我們剛剛說這個秦剛 他是一個外交部長 你說要把一個中國的外交部長 拉下台那容易嗎 那不容易 必須比外交部長層級更高 再來我們講的這個傅小田 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的背景 他的VAKU也是夠厚的 怎麼樣把他給扯下台 因為現在連他也被消失了 對 除了秦剛 他也不見了 好 這個女的是誰呢 他除了是電視台的這個記者 跟主持人之外呢 你知道嗎 他從就學開始 他拿了兩個學士學位 你知道在中國大陸 要拿兩個學士學位 第一 你背景要夠厚 第二 你的這個錢 經濟狀況你要很OK 好 再來是他在2009年 第一次都沒當過記者 也沒跑過線 直接進到這個香港的 鳳凰衛視裡頭去 馬上就當了記者的 等於說是組長等級 就是他們所謂的站長 這不容易吧 而且我看還馬上去住英國倫敦 馬上派他去 夢內以求 但是其實香港的鳳凰衛視 這其實也有一個美感 就是中共會安插他自己要的人 進到鳳凰衛視裡頭去 所以這個人一定是背景夠厚 是中央派他去的 其實傅小廷他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進到鳳凰衛視裡頭去 當然他訪問的人也夠多 比方說伊拉克總理 義大利總理 英國的前首相等等的 都是派他去 那你說他真的有所謂的天分 跟他的訪問經驗非常的多嗎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因素 有沒有可能 是因為他呢 較好的身材 跟他的亮麗的外形 跟這些其他的國家 要維持一個很好的外交關係 加分這裡講的比較隱晦 留給大家很多的想像空間 為什麼說這樣說呢 因為到後來大家發現 原來他是一個所謂的雙面間諜 他在暗中在或許很多其他國家的情資 但是有一次他被美國發現了 他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在 把一些資料送回去中共 他被抓到了 抓到之後美國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當所謂的雙面間諜 你回到中國去 但是你必須把中國的資料拿回來給我 為什麼其實後面跟一支軍隊有關係 我們在講到了 他為什麼巴庫這麼厚 因為他在其實在就學期間 他還去讀了這個劍橋大學的丘吉爾學院 然後畢業之後 他只讀了一年就畢業了 要不你就是天才 要不你就是巴庫很硬 對啊 就這兩條路 怎麼可能 畢業了八年之後 這個劍橋大學幫他蓋了一座花園 命名為傅小田花園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學生 只念一年 然後學校幫他修建花園 幾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他是個傑出校友 沒錯 他賺了很多錢 然後回饋他的學校母校 才有這種機會 對 一個就是你很有才華 第二個就是你很有錢 但是你知道劍橋大學 他不缺有錢人跟富豪 對 他只是一個主持人而已 所以我們就網馬 他真的是很有才華 很會讀書 然後民生遠步 但是你知道嗎 在劍橋大學裡面 另外一個有花園的是誰 是徐志摩 天哪 他跟徐志摩並駕齊驅 並列有一個花園 你就知道他的名聲有多麼的遠步 然後才華多麼的洋溢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大家都沒聽過他的名字 只聽過徐志摩 我也是今天才聽過 所以你就可以想說 那不就是金錢很多 要不就是很有才華 要不然就是馬虎很硬 你會選哪一個呢 好 再來我們剛剛提到了 為什麼說他跟所謂的間諜有關係 因為習近平 他們其實秘密有組織一個軍隊 叫做火箭軍 這個火箭軍是專門要硬硬 拿來攻打台灣所用 所以佈置的軍隊 配置等等的 都是秘密消息 結果竟然有裡面的內鬼 把消息給洩露出去了 然後輾轉到了美軍手裡 美軍竟然拿到了一個圖表 而且洋洋灑灑 連這些軍人在哪裡註點 然後一天吃幾餐 餐點的菜色是什麼 美軍都知道 誰流出去的 好 這個時候習近平就大怒了 就開始徹查 到底是誰把火箭軍的資料 給洩露出去 一查不得了 查到了傅小田身上去 接而查到了秦剛身上去 這兩個人在這個巧妙的時機點 兩個人都被消失了 台灣進軍國際太空氣象產業的 關鍵一大步 由台灣第一枚自製的氣象衛星 叫裂風者 上禮拜從國家太空中心 運到了法蜀的龜亞那 裂風者自製率 台灣就高達了82% 未來會應用在氣象預報 跟科學研究上 預計今年9月會發射升空 而未來裂風者 每天會提供7萬筆數據 助攻台灣成為氣象大國 我想問一下佳明 氣象資訊 我們每天可以從國際 得到很多的資訊 為什麼台灣需要這個自製的衛星 它捕獲到的資料 對台灣的氣象產業 有什麼樣重要的功能嗎 好 美軍確實有 因為其實氣象預報 對台灣來說其實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們颱風又多 對不對 到底會不會來 路徑怎麼走 只要偏差一點 然後當然影響就會差很多 所以以現在來說 我們國內獲取的氣象資訊 大部分當然以亞洲來講 氣象大國當然是日本 另外包含還有美國跟歐洲 對我們台灣來說 我們當然也是有 之前還是有一些氣象資訊 可以獲取 但是相對來說 就沒有像這些氣象大國這麼好 但是剛剛明君也講到了 一旦這個裂風者它發射上去之後 一天可以提供7萬筆的一個資料 它對我們來說 研判就非常的有利 尤其我們今天在講 這個禮拜四可能 今年第五號颱風會生成 一旦有了這個衛星之後 它的數據進來 那對於這個颱風怎麼走 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先來看到這一個裂風者 其實你知道 從這個開始計劃到現在 真的浮出來 隔了十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 在這個前幾天 這終於運到了這個桃園機場 送到這個龜瓦那去 預計在今天 七月十幾號就會運抵龜瓦那 但是運抵之後 還要重新再來重新檢查 那九月份才有辦法升空 那剛剛它接下來 它升空之後 會在這個低軌衛星的一個軌道上 大概距地大概是 550到650公里的這個軌道來運行 那主要它去蒐集的這一個範圍 包含就是在這個低軌度的地區 包含像是在印度洋 太平洋 大西洋等等 主要是針對這個低軌度 為什麼 因為颱風大部分就生成在這個部分 所以當然它的涉獵範圍 當然要確定在這邊 那整個衛星的部分 這邊有一張大概它的介紹 那其實這個衛星相對來說 比較簡單 那剛剛明君也講到 80%的是這個關鍵元件 都是台灣製造 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品質好 效率高 而且體積又更小 這就是台灣的驕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這個整個大小 並沒有非常的大 重量也才250公斤左右 那當中要特別提到的是 這一個GNSSR 也就是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反射訊號的接收儀 這會是它獲取資料 非常重要的關鍵 它的位置是裝在整個衛星的下方 我把它拉出來 就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一個接收儀 GNSSR 對 那它為什麼說 長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技術是台灣領先全球 因為其實全球的技術 都還沒有發展得這麼好 為什麼說這技術非常的重要 我們透過旁邊這張圖 可以來看到 其實在整個太空的空中當中 主要是靠著這個導航衛星 也就GNSS 包含我們的定位等等 都要靠這個導航衛星 那它怎麼樣來接收資料呢 包含這個直射訊號 是提供給這個追風者的 裂風者的衛星 它一個定位的一個功能 但是重點是在底下 底下這個衛星打出去的一個訊號 打到這個是海平面上面 海平面隨著這個浪高的不同 它會有不同的一個 反射訊號上來 等於說我接收到這個海平面 我可以獲取到的包海 現在風速強不強 浪大不大對不對 所以它主要是透過 這樣的一個反射訊號 來獲取相關的氣候資訊 那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 再來就是說 這個我們常常講說 海面就像鏡子一樣 如果今天它是一個 平靜的海面的話 它其實在反射的這個波長 會比較明確一些 訊號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平靜的海面 但如果說今天 是比較惡劣的海面 海向比較不好的時候 它的反射訊號就非常的弱了 所以就需要有一個叫做GNSSR 儀器低雜訊放大器 來加強這個訊號的一個接收 那這個好處在於就是說 以後我只要透過這個海面 這個熱地壓要不要生成 它生成的颱風之後 它的有多強 周圍的風速有多快 我通通可以透過這一個衛星 來達到非常好的一個預報 以及預測的效果 佳明醫師就是說 通常如果在熱地壓 生成的地方 海面會比較波瀾比較大 反而波瀾大的時候 是比較不利於這個訊號的 發射跟接收 但台灣有這個技術的應用的話 儘管是呢 在海上比較惡劣的環境當中 我們還可以試會獲取 非常準確的資料 那剛才其實江明講到 這個裂風者 是這個低軌道衛星運行 講到低軌道衛星 其實國外的大廠照 就已經爭相投入了 對沒錯 這個一講到低軌衛星 大家一定想到就是馬斯克 SpaceX的這個星鏈計畫 那其實現在在國外 也是打得非常的火熱 怎麼說呢 因為包含SpaceX 當然是美國的代表 另外還有歐洲的代表 就是OneWeb的這一個 軌道衛星的一個公司 現在尤其是OneWeb OneWeb不斷在擴張他們的市場 現在把觸角包含 升到美國去了 甚至包含跟台灣 也有機會在年底要來合作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這兩大這個低軌衛星的廠商 真是打得相當的一個火熱 不過其實對台灣有沒有影響 當然是有 現在看到其實全球 光看這個低軌衛星的一個產值 目前估計來看 2030年會達到5022億美元 這個產值非常非常的大 那現在台灣廠商已經有 46家的業者 已經開始展開佈局了 包含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是鴻海集團 加士達 金人寶 華通 聲達科 藥登等等 現在都已經在積極的佈局 因為其實它不是只有 整個發射或衛星本體也好 它包含在整個地面系統的部分 地面設備的部分 訊號要打回來 總要有人接收 光地面上的設備 現在就已經有3000億元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未來的發展 是相當相當的看好 那尤其對美軍來說 其實現在他們也是有在考慮 因為現在他們的整個 包含軍事衛星發射 主要是兩大公司 包含就是老字號的ULA 以及馬斯克的SpaceX 現在他們也在考慮說 要有第三家加入了 那現在看起來 有可能是貝佐斯那個藍原公司 有可能成為第三勢力 所以現在看起來 能夠發射的這一種火箭 衛星的這一種公司 越來越多 那對中國來說 你總不可能看著 美國不斷在發展 他們也要想辦法 自己要加強自己 所以現在他們也啟動了 超低軌衛星星座計畫 也就是說 在2030年 他們要發射 300顆的超低軌衛星 什麼叫超低軌衛星 我們剛剛講 剛剛的這一個 回傳的速度會來得更快 所以未來要達到全球範圍當中 10分鐘以內 我就要能夠獲取相關的一個資訊 那低軌衛星當然 為什麼今年 尤其這兩年會這麼行 主要四大原因 第一個 韌性網路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遇到打仗 你網路一斷了 你所有通訊都斷了 地面陸陸破壞怎麼辦 對 你必須要透過這個衛星 像惡物戰士我們就看到 烏克蘭的士兵 他們就透過這個星鏈的接收器 來完成通訊 另外包含在整個回傳的功能 未來跟電信業者 可以有個夥伴關係 那也接下來包含在偏遠地區 可以回傳 包含提供緊急檢訊那些服務 那更重要的是 他們直連的應用 可以帶動未來晶片 手機供應商 有這個所謂的衛星生態系 有一個更龐大的一個商機 好 剛才講明提到 台灣自製的氣象衛星裂鋒著 9月份就要上太空 踢軌衛星在全球現在 已經成為一個險學了 那我想問威良 過去講踢軌衛星 就聽到就是馬斯克的Specs S 或者是他跟貝佐斯 兩個人之爭的這個藍色起源 到底它的大爆發商機在哪邊 那台灣如果真的有辦法 拼自治率越來越高的話 哪些廠商其實受惠 而且位階相對低可以留意呢 好 我們現在很簡單來講 整個低軌衛星產業的商機 分成四塊 第一個衛星製造 第二個衛星發射 第三個衛星的地面訊號接收 第四個是後續的衛星服務 所以其實這四個商機裡面 台廠的商機就是扣緊 零組件 硬體部分 所以最大最大的一塊 就是在地面接收站的商機 剛剛加明知道說 三千億元 美元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衛星相關的零組件 好 那相關的股票 其實打出來你會發現很多 都是在網通裡面 大家熟悉的一些標的 所以我今天把這些 整個網通零組件或供應鏈 我們用很簡單的八字口訣 幫大家再篩選 就是題材 籌碼 技術加上財報 那所謂的題材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股票 你如果說你只有單一題材 那輪動快速之下 很容易被埋沒掉 大家會看不到 那你喜不喜歡你的股票是 今天漲美國的基建商機 我也漲 他也有 改天漲電動車 我也有 他也有 然後漲到地軌衛星他也有 最好天天見報 所以要多題材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選股票上面 畫越多重題材 對 你能夠找到兩種 三種以上的題材 不用客氣 盡量挑 那再來剛才講到 這個技術面 其實現在如果有些股票 你現在看所謂AI概念股 大概大家都擔心漲太多 可是如果看低軌衛星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中長期均線 好不容易糾結之後 最近才剛開始發散 站上去發散 對 因為畢竟這個產業說實在 都整理蠻長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再搭配就是 如果有集團的背景 或法人布局會更好 因為現在其實低軌衛星 大概也就是幾大集團 在搶工這上機 那當然最後一個步驟 我覺得是要留給 用工的投資人 就是你稍微看一下財報 你願意用工一點的話 看一下營收有沒有成長 然後毛利率當然越高越好 所以我們這邊幫大家 從這麼多網通股裡面 進一步篩選 剩下四檔股票來做參考 比較優的 對 那第一個呢 起雞 起雞就是屬於偽創集團 是不是有集團背景 那另外呢 我們看它的上半年營收 是不是成長 而且還滿高的 三層幅度 我再給它第二個勾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它有沒有多重題材 低軌衛星 網通 電動車 通通都有 再來 均線糾結後 往上發散 所以呢 滿分 對 本來應該畫四顆星 星不好畫 打勾 四個勾 也看得懂 也看得懂 對 其實也都有不錯的表現 所以接下來 極其大成 就是回到 金寶如果本身 也能夠往上衝高的話 就值得留意 就看下半年營收可不可以轉正 對 再來我們看到 像聲帽 最近股價很標 除了低軌衛星之外 事實上它的席高也應用在半導體 那也應用在現在最夯的AI 所以當然這股價已經噴出了 那法人大買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非常擅長做短線的人 你可能要等它稍微壓回 因為現在不只是說它的日線周線 連月線其實都在相對高檔 那最後看到核行控 其實最近也已經開始走出這種 技術面的N字型上工 那當然也是因為有來自於法人的買盤 去做加持 那上半年業績也滿出色的 不過同樣的我也覺得 如果這兩個股你有興趣想要佈局的話 可能要等它稍微降溫一點 周線月線稍微能夠 比較回到量縮 然後靠近近期的支撐區的時候 再來做卡位 577文王 真相不漏網